大家好,我是冯敏 我们现在还在第九天的课程之中 那今天呢,我也是迫不及待的要做这期录像 因为刚才我们的超能力显化的练习呢 是前面一个呢,是找到自己对应的这个神八个 八个神,那么我找到了是第一个,是齐天鹅的那一个 那么第二个练习呢,我们就是要在跟大师合一的空间之中呢 去联系到这个神的能量和大师的这个能量 我们在一个这个合一的空间 那所有在这个合一的空间当中呢 我们每个人都要去掉我们自己的头脑的层面 完全的在意识上和大师的能量和神的能量合一 那在这个时候呢,我们的这个练习呢 就是给你的亲戚朋友打电话 然后询问他们在生活中的一些卡点,一些困难 然后帮助他们去解决 给出建议和方案 最后呢,是给他们祝福 那在这个过程中呢 那我就想,因为最近家里面有一些家庭矛盾 那我也不知道怎么样去出面处理 那我就想呢,利用这个机会 给这个家里面的一些亲人吧 就是来给他们一些建议 这样我觉得比我自己直接给呢 可能他们更能接受于这种方式 然后我就给两个妹妹打了电话 出乎意料的是什么呢 就是说,在整个的状态之中 我觉得我自己好像都变了 包括说话的声音啊,语气啊 然后说的问题的深度 都不是在我头脑层面能够想象的 而且给他们的这些建议和解决方案呢 是他们很容易接受的 就是说,在这个过程中 没有伤到彼此的情感 而且反而到多了一份理解 所以我就真的是迫不及待地 来做这个视频 所以整个的过程呢 都非常的顺利 然后我最后也是传达了 这个神的祝福 给大家 所以我也希望呢 就是说,在这次我们的练习当中 所有的同修 都能够有一个很好的 一个解决问题的 一个方案吧 一个工具 我觉得这是一个工具 所以在日常生活中呢 我觉得它的实用性非常强 所以我们就不断地练习跟同一性 合一性 所以来指导我们的生活 我觉得今天这个案例呢 也给我很大的鼓舞 所以分享给大家 再见 见面 见面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